冰与火之鸽 第一步 全力的游戏 下 丹妮丽丝 卓格卡奥满足之后 便从他们睡觉的草席上站起来 高高地立在他身边 在火盆的红润光线照耀下 他的皮肤沉黑有如青铜 旧时伤疤的线条在他宽阔的胸膛上若隐若现 他的抹黑长发松散开来 如瀑布般垂过肩膀 沿着背部直下腰脊 卡奥的嘴巴隐藏于长长的胡须之下 这时有些不悦的鸣起双唇 驱着世界的骏马 不需要铁椅子 丹妮用手肘撑起身子 抬头望着他 他是如此雄伟高大 他尤其钟爱他的头发 他从未剪过 因为他从未战败 欲言所在 骏马将行至世界尽头 他说 世界的尽头是黑色咸海 卓格立刻答道 他把布在温水盆里浸湿 开掉皮肤上的汗水和油 没有马可以穿越毒水 自由贸易城邦有几千艘船 丹妮一如既往地告诉他 他们就像生了几百只脚的木马 能够乘风展翼 横跃海洋 卓格卡奥不想听 我们不要再谈木马和铁椅子 他丢下尸布 开始穿衣服 女人妻子 今天我将到草原上打猎 他一边穿上彩绘背心 扣上沉重的金银铜张大腰带 一边宣布 好的 我的日和性 丹妮说 卓格会带他的血蒙卫 外出寻找赫拉卡 就是草原上的大白狮 假如他们得手归来 夫君必是兴高采烈 或许就会听他的话 他不畏凶猛野兽 或是世上任何一人 但海洋却不同 对多斯拉克人而言 只要马不能喝的水 就是不洁的东西 波涛汹涌的灰绿扬面 让他们有种迷信的增艳 丹妮很清楚 卓格在无数方面 都比其他马王勇敢 只有这点他做不到 若自己有办法 让他上船就好了 等卡奥和他的血蒙卫 带着弓箭离开后 丹妮召来女仆 从前他对他们 东摸西碰感到不适 如今身体越发臃肿笨拙 他反而喜欢 他们健壮的臂膀 和灵巧的双手 他们为他擦洗干净 穿上松滑的沙丝服饰 多利亚一边帮他梳头 他一边拆机器 去把乔拉莫尔盟爵士召来 骑士立刻前来 他穿着马踪绑腿 彩绘背心 和多斯拉克人无异 粗黑的体毛 覆盖了他厚实的胸膛 和健壮的手臂 公主殿下 请问您有何吩咐 你得跟我夫君谈谈 丹妮说 卓格说 骑着世界的骏马 将统治全世界 但无需哄越毒水 他还说 等雷格出生后 要率领 凯拉撒往东走 去掠夺玉海沿岸的土地 骑士似乎若有所思 卡奥从未见过七大王国 他说 七国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就算他真的想过 大概也以为 那只是建在一群 小岛上的城邦 周围是风暴不息的海洋 就像罗拉斯或李斯那样 相较之下 富饶的东方想必更吸人吧 可他一定得朝西走 丹妮急了起来 求求你 请帮助我让他了解吧 其实他和卓格一样 没见过七大王国 但听了哥哥所说的那些故事 他却觉得自己很熟悉 维塞里斯承诺过几千几百次 有朝一日会带他回家 但他已经死了 所有的诺言 自然也都不算数了 杜斯拉克人行事 自有其步调和理由 骑士回答 公主 请您耐心等待 不要重蹈你哥哥的覆辙 我们会回家的 我向你保证 家 这个字眼令他悲伤 乔拉爵士有熊岛可归 但他的家在哪里 是那几个故事 那几个有如导词般庄严 吟诵的名号 还是回忆中逐渐消逝的 红旗大门 难道维斯多斯拉克 将是他永恒的归宿 当他看着多西卡林的 重老玉时 他可是目睹了自己的未来 乔拉爵士应是察觉到 他脸上的哀伤 卡利西 昨晚有大批商队进城 足足有四百匹吧 他们从潘托斯 经诺夫斯和科护而来 由商队统领 拜安福提利斯领队 伊利利欧曾答应 与我们通信联络 说不定烧了信来 您要不要到 城西市集去逛一趟 丹妮起身 好的 他说 我很想去 每当有商队进城 市集便会热闹起来 你永远也不知道 这回商人们又带来 什么奇珍异宝 况且能听到 有人说瓦雷利亚语 总是件很愉快的事 自由贸易城邦的人 都操这种语言 伊利 叫人帮我备降 我去通知您的卡斯部中 乔拉说着也退下 如果卓哥卡奥在他身边 丹妮就会骑小银马外出 多茨拉克女性 即使怀孕也依旧骑马 只有临盆前夕才是例外 她自然不想在丈夫眼中自成虚弱 不过既然卡奥已经外出打猎 他便可舒服地躺在靠垫上 坐轿子让人抬着穿越 维斯多斯拉克 还有红丝帷幕 为他遮挡交扬 乔拉爵士策马骑行在他身边 同行的还有四名年轻的 卡斯部中与三名女仆 天气和煦无云 晴空湛蓝 微风吹起 丹妮闻到青草和土地的浓郁分香 轿子从夺刺一帮的神奇雕像下经过 他也随之脱离日光 进入阴影 接着再返回日光 一路上丹妮随着轿子轻轻摇晃 审视着过去的英雄 和被遗忘的国王们的脸庞 不知那些曾受人崇敬 如今信徒的城市早已复之一具的诸神 是否依旧能应许他的祈祷 假如我不是真龙血脉 他满心思慕地想 这里就会是我的家 他身为卡丽西 有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匹迅捷的马 还有服侍他的女仆 保护他的武士 年老之后 还有多西卡林受人敬重的地位等着他 而且在他的子宫里 那有朝一日将统御世界的儿子 正日渐成长 对任何女人来说 都应该心满意足 然而对真龙来说 这样却是不够的 维赛里斯即死 丹尼利斯便是独一无二的真龙传人 他是国王与征服者的后裔 他体内的孩子也将继承这样的命运 他不敢忘却 城西市集 占地广大 城正方形 四周由泥砖小屋 牲畜围栏 以及石灰粉突气的酒厅所环绕 地面突起小丘 宛如无数硕大乌棚潜伏地底的怪兽 脊梁破地而出 张开的黑色大口 直通地下阴凉宽阔的储藏室 方形正中 则是一座由摊贩和崎岖过道构成的迷宫 上方用长草织成的天棚遮盖 他们抵达之时 上百个商人正忙着卸货摆摊 然而与潘托斯和其他自由贸易城邦的市集广场相比 这里依旧显得宁静而冷清的夜 乔拉爵士向他解释 商队从东西两方来到此处 主要目的不在于和多斯拉客人做买卖 而是与其他商人交易 游牧民族让他们自由来去 只要他们遵守圣城中不得动力的借条 不亵渎圣母山与世界的子宫湖 并按传统赠予多西卡林老玉 盐银子和种子等离品即可 其实多斯拉客人并不了解买卖这种行为 丹妮也很喜欢城东市集 那里的事物声音和气味都充满异国情调 他时常整个早上泡在那里 吃吃树卵 蝗虫馅饼和绿面条 听听银咒诗高亢的嚎叫 张大嘴巴看着来自纠阁思奈 关在银笼子里的尸首歇尾兽 巨大无比的灰相 以及黑白斑脑 他也喜欢观看形形色色的人群 皮肤有黑 表情凝重的亚下人 高大白皙的奎尔斯人 头戴猴尾帽 眼睛炯炯有神的一地人 以及来自巴亚萨布哈德 沙米利安娜和卡亚卡亚纳亚等地 乳头串上铁环 两颊镶着红裕的处女战士 甚至是面色阴郁令人害怕的阴影之民 他们的手脚和胸膛上都是刺青 脸则用面具遮住 对丹妮而言 成东市集是个充满惊奇和魔法的地方 而成西市集却有家的味道 伊利和基奇扶他布下轿子 他借机嗅了一下 立刻变出大蒜和胡椒的辛辣味道 令他回忆起从前在泰洛西和密尔巷弄里的日子 不禁开心地笑了出来 在这些味道之外 他又闻到里斯甜腻的 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味 他看见奴隶背着繁重的密尔雷斯 和十数种颜色的高级羊毛 商队守卫戴着赤铜盔 身披夹衬里的黄棉极西长袍 缩寻于过道之间 空空的剑鞘悬荡在皮腰带上 一个盔甲师傅站在摊贩后面 展示着用金银雕饰的金刚胸甲 以及打造成真琴异兽形状的头盔 在他的摊贩隔壁 有个年轻美妇正在贩售兰尼斯港的金饰 包括戒指 胸针 手镯和金弓雕镯 可做成腰带的奖章 他身旁站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太监 不发一语 全身无毛 汗水渗透了他的天鹅绒衣服 他对每个靠近的人都皱眉怒视 走到对面 一位来自一地的肥胖布商 正和一个潘托斯人争论某种预设染料的价钱 他不停摇头 帽子上的猴尾巴也跟着前后晃东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市集里玩 丹妮一边同乔拉爵士穿梭于摊位间的遮阴过道 一边对他说 那里最有活力了 到处都是人 又叫又笑 还有好多新奇事物 虽然我们通常什么也买不起 除了偶尔买条香肠 或者蜂蜜棒 七大王国有蜂蜜棒吗 就太洛西考的那种 是蛋糕吗 公主殿下我不知道 骑士义鞠躬 请容我暂时告退 我要去找商队统领 看看有没有给我们的信 太好了 我也帮你找 不必劳烦您 乔拉爵士有些不耐烦地 瞄了远处一眼 请您尽情享受这集市吧 我办完事立刻回来 这真是奇了 丹妮目送他大步走进人群 心里想着 他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便让他同行 或许乔拉爵士见了商队统领之后 想找个女人吧 他知道妓女通常会随商队行走各地 也知道男人对房事特别难以启齿 于是他怂怂肩 走吧 他对其他人说 丹妮继续在市集上闲逛 她的女仆跟在后面 你看 他惊喜地对多利亚说 我说的就是这种香肠 他直指一个摊贩 一位沟楼的矮小妇人 正在一颗滚烫的火石上烤着肉和洋葱 他们家很多的大蒜和辣椒 惊喜于自己的发现 丹妮坚持要其他人也一起尝尝 女仆咯咯笑着大口吃完 她的卡丝不重 却满腹狐疑地嗅了嗅烤肉 吃起来和我印象中不一样 丹妮吃了几口后评说 在潘托斯我是用猪肉做的 老妇人说 可我的猪通通死在多斯拉克海上 所以这是用马肉做的 卡丽西不过酱料完全一样 丹妮觉得有些失望 但是奎洛蛮喜欢吃 决定再来一根 拉卡洛不甘示弱 结果吃了三根连连大声大嗝 看得丹妮哥哥直笑 自从您的哥哥拉加特卡奥 被卓哥带上王冠之后 您就再也没笑过 伊丽说 卡丽西 看到您笑 是一件很美的事 丹妮怯怯地微笑 能笑真的好棒好美 她觉得自己仿佛幼成的小女孩 她们晃了大半个早上 丹妮看上一件 剩下群岛的漂亮羽毛斗篷 随后接受了对方的馈赠 她也从腰带上 解下一个银牌奖章 回送给商人 多斯拉克人 就是这样交易的 有个羊鸟人 交一只红绿相见的鹰鹉 说她的名字 丹妮又笑了 但她还是没收下那只鸟 毕竟带着一只红绿鹰鹉 在卡拉萨里有什么用呢 她倒是收下十来罐香油 那是属于她童年记忆的香水 她只需闭上眼睛 深深吸气 那栋鸿门宅院便会在眼前浮现 她见多利亚以渴望的目光 看着魔法师摊位上的 丰饶护身符就收下来送给侍女 心想也该找些别的送给伊利和基奇 转了个弯 他们来到一名酒商的摊贩前 那人正拿着精致的小陶杯 请经过的人喝 香甜的红酒喽 她用流利的多斯拉克语喊 我有李斯 瓦兰提斯和青亭岛产的香甜红酒 李斯产的白酒 泰洛西产的梨子白兰蒂 活酒 胡椒酒和蜜儿产的淡绿神酒 烟宗梅酒和安达尔酸酒 我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喽 她个头很小 生得鲜瘦而英俊 蛋黄头发 梳成李斯流行的款式 烫卷中擦了香水 当丹妮停在她摊位前时 她深深鞠躬 卡丽西 您要不要尝一口 尊贵的夫人 我有多恩产的夏日红酒 乃是用蜜梨 樱桃和漂亮的黑橡木酿成 您是要一桶 一杯 还是一口 您只需要喝上一口 保证会用我的名字 为孩子命名的 丹妮浅浅一笑 我儿子已经有名字了 不过 我还是尝尝你的夏日红吧 她用自由贸易 城邦口音的瓦雷利亚语说 这么久没用 讲起来还真有些古怪 一口就好 麻烦你了 由于她的衣着 抹油的头发和晒黑的皮肤 那商人原本 一定把她当成多斯拉克人了 所以当丹妮开口说话时 她吃惊地张大了嘴 尊贵的夫人 您是泰洛西人吗 是吗 我说话或许有泰洛西口音 穿的或许是多斯拉克服饰 但我却是日落国度的维斯特洛人 丹妮告诉她 多利亚走到她身边 你有幸于马上民族的卡利西 七大王国的公主 坦格利安家族的风暴降生 丹妮利斯说话 酒商连忙跪下 公主殿下 她低头道 起来吧 丹妮命令她 我还想尝尝你的夏日红呢 商人一跃起身 您是说刚才那个 那是多恩的珠丝料 配不上公主您的 我有一种蜻蜓岛产的甘红 喝起来既甘甜又爽口 请让我荣幸地送您一桶吧 卓格卡奥在几次做客 自由贸易城邦的过程中 养成了对好酒的喜爱 丹妮知道 如此名贵的陈酿 定会讨她欢心 您太客气了 先生 她甜甜地轻声说 这是我的荣幸 商人在摊位后面翻找半天 拿出一个小木桶 桶子的木头上 烙了葡萄串的图案 这是雷德温家族的标志 他指着他说 蜻蜓岛的特产 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而卓格卡奥将与我供饮此酒 阿哥 麻烦你把这个拿回我的轿子 多茨拉克武士搬起酒桶时 酒伤的眼睛整个亮了起来 他没察觉乔拉爵士已经返回 直到他听见骑士喝道 慢着 他的声音怪异而粗鲁 阿哥 把那桶酒放下 阿哥看着丹妮 他有些犹豫地点点头 乔拉爵士 有什么不对吗 我正口渴 老板 拿酒打开 酒饭皱起眉头 爵士 酒是要送给卡丽西 不是给你这种人喝的 乔拉爵士走进摊位 你如果不打开 我就用你的头敲开 碍于圣城戒律 他并未携带武器 仅有双手 然而他那双手强壮结实 肌肉囚章 关节上长满黑毛 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酒伤迟疑了一会儿 终于拿起锤子 敲开封盖 倒酒 乔拉爵士下令 丹妮卡斯不重的 四名年轻武士 在他身后依字排开 睁大黑色的杏仁眼 皱起眉头看着他 这么好的酒 假如不让他先透透气酒喝 简直是滔天的大罪啊 酒伤的锤子没有放下 乔哥伸手要取盘在腰间的鞭子 但丹妮轻触他的手臂 表示置之 照乔拉爵士说的错 他说 附近的人纷纷驻足观看 那人飞快地看了他一眼 神情充满怨怒 请遵公主殿下吩咐 他放下锤子挪动酒桶 小心翼翼地倒了两小杯 一滴也没洒出 乔拉爵士举起一杯 皱着眉闻了闻 很香吧 酒商笑眯眯地说 爵士先生 您可闻出了葡萄的香气 蜻蜓岛的特产哦 大人 就请您先尝尝 然后再告诉我 这是不是您喝过最甘甜 最浓郁的酒 乔拉爵士把酒递给他 你先喝 我 大人 我不够格喝这么好的酒 更何况 哪有酒贩子喝自己的酒呢 他的笑容虽然和蔼可亲 但丹妮却看到他 额间布满了汗珠 叫你喝你就喝 丹妮口气冰冷地说 把这杯酒喝干 不然我就叫他们抓住你 让乔拉爵士 把整桶灌进你喉咙 酒商耸耸间 伸手去拿杯子 结果却双手抓起酒桶 朝丹妮致来 乔拉爵士连忙努力一撞 把丹妮整个人推开 酒桶滚过他的肩膀 落地裂开 丹妮重心不稳 跌了一跤 他尖叫着想伸手撑起 幸好多利亚 及时抓住他的手臂 往后一拉 所以他是双脚着地 腹部没有受碰撞 酒商翻身跳过身位 从阿哥和拉卡洛中间 窜了出去 撞开伸手想拿亚拉克弯刀 却扑了个空的奎洛 然后沿着过道逃走 丹妮听到乔哥的鞭子趴拉 只见皮鞭如舌头般窜出 卷住酒饭的脚 这金发男子 灯石面朝下扑到地 十来个商队守卫快不敢来 商队统领拜安弗提利斯也来了 他是个诺福斯人 皮肤有如老旧皮革 身材矮小 蓝色树壶直上耳计 他一句话也没问 似乎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把这人带走 听后卡洪发落 他指着地上的人下令 两名守卫随即驾起就番 公主殿下 请收下他的酒当礼物 商队统领继续说 算是一点不成敬意的补偿 没想到我们商队里 竟有人干出这种事 朕对不住 多利亚和基奇扶着丹妮站起来 毒酒正从裂开的酒桶 缓缓流到泥地上 你怎么知道 他颤抖着问乔拉爵士 你怎么知道 卡丽西 本来我也不知 是看他不肯喝酒方才确定 前前我读了伊利利欧总督的信 就害怕会有这种事发生 他深色的眼睛 环视着市集里围观的陌生人群 走吧 不适合在这里谈 他们抬他回去时 丹妮几乎要哭出来 嘴里这种味道 他早已尝过 恐惧 他常年生活在对 维赛里斯的恐惧当中 害怕唤醒睡龙之怒 现在的情况却更糟 如今他不止为自己害怕 还要担心肚子里的胎儿 他想必是察觉了丹妮的恐惧 因此在他体内不安的胎动人 丹妮轻抚龙起了肚子 希望他可以伸手触碰他 搂抱他 抚慰他 小宝贝 你是真龙传人 轿子连目紧眼 微微摇晃 他也随之晃动 真龙传人 龙是不会害怕的 回到他在维斯多斯拉克的空心圆秋后 丹妮吩咐人们全部退下 除了乔拉爵士 告诉我 他在靠殿上缓缓躺下 同时命令到 是篡夺者下的令吗 是的 骑士取出一张卷起的羊皮纸 这是伊利利欧总督写给维赛里斯的信 信中说 劳伯拜拉喜恩已经下令 只要有人能杀了你或你哥哥 即可授封领地成为贵族 我哥哥 他的啰气中有一半是啸 他还不知道是不是 这么说来 篡夺者欠卓哥一个领主封号 这次是他的啸声中夹杂着啰气 他保护性地紧抱住自己 你说还有我 是吗 只有我吗 你和你的孩子 乔拉爵士脸色凝重地说 不行 他绝不能伤害我儿子 他暗自决定 自己绝不会哭 也不会恐惧发抖 篡夺者唤醒了睡龙之怒 他对自己说 然后他把视线转移到躺在深色天鹅绒上的龙蛋 摇替的灯光描绝出他们石面的林甲 将周遭空气的微尘染成鲜红和金黄 宛如国王身边的庭尘 接下来紧紧决住他念头的 是因恐惧而生的疯狂 还是某种潜藏于血脉之中的怪异智慧 丹妮说不准 他只听见自己的声音道 乔拉爵士 点起火盆 骑士眼神怪异地看着他 卡丽西 天这么热 您确定吗 他这辈子从未如此确定 是的 我 我受了点风寒 把火盆点上 他驱了个躬 如您所愿 煤炭烧起来后 丹妮将乔拉爵士前走 他必须在无人注视的情况下 才敢完成 真是疯狂之举 他一边对自己说 一边将那颗黑红胶杂的蛋 从天鹅绒上拿起来 蛋会燃烧崩裂 那将是多么美丽的景象 乔拉爵士若知道我毁了龙蛋 一定会说我是个傻子 可是 可是 丹妮两手捧着龙蛋 走到火边 往下一放 把它与燃烧的煤炭放在一起 黑色的龙鳞仿佛在 啜隐高热 熠熠发光 细小的红火蛇 舔着石头表面 丹妮将另外两颗蛋也放进火里 靠在黑的那颗旁边 然后他从火盆边退开 颤抖地喘不过气来 他在旁观看 直到炭火止于灰烬 游移的火星自排烟口飘腾而出 热气在龙蛋周围波荡闪亮 最后归于平静 你大哥雷家是最后的真龙传人 乔拉爵士曾对他这么说 丹妮哀伤地望着龙蛋 他究竟在期待什么 千万年前他们有生命 如今不过是漂亮石头罢了 他们不可能变成龙 真正的龙能腾空飞翔 喷土烈焰 是活生生的血肉 而非死板板的完食 卓哥卡奥归来时 火盆已然冷却 科霍罗领着一匹驼马 走在他后面 马背上挂着一头巨大的白狮 头顶的苍穹 星星就要出来了 卡奥笑着翻身下马 向他展示赫拉卡的爪子 划破绑腿所留下的伤痕 我将用他的皮 为你做一件斗篷 我生命中的月亮 他对天发誓 丹妮把在市集上 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之后 所有的笑容都停住了 卓哥卡奥变得非常安静 这个下毒的人会是第一个 乔拉莫尔蒙爵士警告他 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为了贵族封号 很多人会铤而走险 卓哥沉默了一阵子 最后他说 这个卖毒药的人 想从我生命中的月亮身边逃走 那就让他跟在他后面跑 让他跑 乔哥 我对你们两人说 从我的马群里挑选任何一匹 除了我自己的红马 和我送给我生命中的月亮 作为新娘里的银马 它就是你们的了 我送给你们这件礼物 是为了感谢你们的功绩 至于卓哥之子雷格 骑着世界的骏马 我也要送他一件礼物 我要送他那张 他母亲的父亲 曾经坐过的铁椅子 我要送他七大王国 我 卓哥卡奥 要做这件事 他的音量见高 举起拳头对天呼喊 我要带着我的卡拉萨 向西走到世界尽头 骑着木马 横渡黑色咸水 做出古往进来 其他卡奥 都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要杀死铁衣服的人 拆了他们的石头房子 我要强奸他们的女人 抓他们的小孩来做奴隶 把他们无用的神像 带回维斯多斯拉克 向圣母山行礼 我 巴尔伯之子卓哥 再次发誓 在圣母山前发誓 以天上群星为证 两天后 他的卡拉萨离开 维斯多斯拉克 往西南穿越草原 卓哥卡奥 骑着红色骏马 领路在前 丹妮丽丝骑着小银马 紧跟在他身边 至于那个酒饭 则裸着身子 赤脚跑在后面 他的脖梗和手腕 绑着锁链 锁链很长 一直寄到丹妮银马 的配套上 他一边骑 酒饭一边跟着他跑 赤裸双脚 步履亮枪 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只要他跟上